乡村爱情 这个名字让人看起来情不自禁的感觉 不是很想看下去 但是其实看过的都知道 这是一部非常接地气 让人看了一集就不断地想着下一集 那少数乡村类型的电视剧 尽管名字尚让人感觉 满满的乡村气息扑面而来 但是不可否认的是 这是一部美女云集的电视剧 而在这期中的杜潇雄 小编一度认为这是一个男明 更是被网友们戏称乡村里的气质美女 杜潇雄在这部剧里出演的角色 是一个很喜欢斤斤气球 给人一种没事找事的小女人形象 也是现在社会上人们常说的一种比较多的女人 而且还让人印象深刻 并且她在剧中所饰演的人物形象也是比较突出 其实大家对于杜潇雄的认知 大多数都是来自于乡村爱情里面 但是不知道大家对于她在戏外的认知又有多少呢 其实剧外的她是一位非常纯正的 就如同经常在许多偶像剧中可以看到的那种 人美又有才 与剧中她的乐于奉献 为自己村座贡献的形象 还是有很大出入的 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在剧外的她是非常漂亮 属于那种走在路上都能让人驻足观看的 并且由于穿着打扮的更改 也是让人看上去更是满满的青春气息扑面而来 不仅如此 她还曾经在满城近代黄金甲中 为张红的一线明星宏利做过替身 要知道在这种投资如此大的电影中 能够成为替身也是一种莫大的荣誉了 更何况还是为国际一线明星作为替身 更是让人感叹战战的巨人的肩膀起步 可能很多人都没有什么感觉 但是其实乡村的情已经走过了整整十季了 相信大家也看到了现在的乡村和以前的乡村 还是有了不小的变化 特别是里面的演员 其实也都是或多或少有了自己的走向 自己的路 特别是杜潇雄 如今的她更是一位有了小孩的母亲 也许是为了对于自己家庭的保护和野丝的了解吧 所以她对于自己的私人生活 也是不会过多的展示在大众面前 从这里还是可以看出来 她对于生活态度还是很端正的 也是尽量在避免家庭展现到众多网友们面前 并且她不仅仅在乡村爱情中是演出了自己的风格 演技也是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更是参演了许多不一样的电视剧 也算得上是没有辜负她的高起步